他們常常問我說文化到底要怎麼教 我就說你如果會在部落裡面生活 應該就是 它會這麼重要是因為它帶動了 整個社區的那個活力起來 可是當我們那時候 布羅托裕被讓回說不合法的時候 你應該站出來說是法有問題 那很可惜我們過去是堂堂的中國人 但是我們的教育裡面就是沒有一個 如果做個堂堂正正的盧凱仁台灣人